走过了历史 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从民国81年1月1日 跟嘉义县警察局分属办公 为了庆祝分属30周年 并且推广档案应用 特别来举办32例家园风华 警政档案回顾跟退休警察的一文连展 在12月21日 在市警局的一楼中庭来举办开幕的茶会 嘉义市市长黄敏慧跟警察局局长张树德 以及民政处处长刘美凤等等 以及各名立大队大队长 以及市议员都出席庆祝 并且签名留念与切下大蛋糕 更令人感动的是 东门派出所活历史的见证者 警戒退休的黄春木老伯伯 与同为远警的儿子黄怡忠 现在是嘉义市警局的督察科督察员的现身 一文连展展棋 从12月21日开始到110年的2月21号为止 也欢迎大家踊跃前往欣赏 嘉义市长黄敏慧也表示 从警政京党一窥为这座城市付出努力同仁的身影 这才是记录档案最重要的意义 在32日的日子里看到嘉义市警局从第一任到第15任现任的张树德局长 也立下许多好的基础 也更争取到中央评比的最多奖项 嘉义市警察全方位做好治安交通以及警政服务 也显见了警政的柔情能文能武的一面 在一文领域的表现也相当突出 让大家一起凝聚前进的力量 让嘉义市的未来更好 在会场中 警戒退休的黄春慕与现任职市警局督察科的督察员儿子黄怡忠同时也现身 黄春慕先生出生于民国23年 在警戒服务45年226天 见证了东门派出所的历史演进 他表示 从民国48年到58年间 在10年间任职于东门派出所 当时本来穿中山装制服 后来才换新制服 以前执勤巡逻用布巡两小时走辖区 从城隍庙走起 还到调查站牵巡逻箱 经过了地藏庵 以及东门喷水圆环后 才返回派出所 也才算直玩一圈 走回来裤子都湿了 他回忆说 当年警察佩戴警张 还有搭公车免付钱的福利 本奉慢慢从40元调涨到475元 而他后来调任刑警服务三年 同在东门区服务 警政经党展出最珍贵的历史档案 在嘉义市仅存的日志时代警察机关历史建筑 东门派出所的介绍当中 还有当时台湾日日新报报载 预告东门庭派出所即将竣工 以及索费建筑公费 落成祝贺会等宝贵的历史资料 民国99年 东门派出所由市府文化局 以文化资产保存法登陆为历史建筑 目前包含派出所与远景宿舍等两栋建筑修复工程已经完成 而所长宿舍正规划更设计 而记忆长廊照片区当中呈现国家近百年警察制服 及一甲子警用车辆的回顾照片 也意外发现民政处长刘美凤当年时任远景时所穿的制服 复古风十足 照片中的警察制服与执行车辆演变代表着历史的轮转 这次的展览内容相当丰富 包括警察局局长张树德 及前任局长温国中在内的九位家园人的口述历史影像播放 警察机关办公厅设设置的严格与由来 以大途输出展示从日治时期 嘉义厅警察官吏派出所名称位置的相关文献 另外也加入了退警协会展出的书法、国画和手捏桃的作品 台湾书法学会副理事长黄之文 及嘉义市书法学会理事长翁明冠等 更辉豪来制赠嘉义市市长黄敏惠与警察局局长张树德 适量只要有计划 也想保存在 分别 ACT 好 你 旦 我